第3節的《離地中環》 大家好 我是主持TITUS 今天的嘉賓是劇作家趙氏孤兒新編劇改編者Michael Mann 以及地緣政治學者Sam的兩位好 首先來到一個重要點 我想先想問Sam 你可以在現場觀察了一些觀眾 也可能跟觀眾聊天 你覺得這些觀眾對劇的理解有多少成? 我好像剛剛Michael那樣說 劇怎麼理解呢? 是已經去到另一重意義來的 它是開放在每個觀眾去做自己自己的討論 我會覺得我們也不可以假設 純粹香港人看這部劇才會有感動 我也會看到一些可能是白人 他看完之後 我看到他會找到他感動的位置在這裏 很明顯就是我們上一節說的一個 就是布萊希特的戲劇的效果 其實他在用那個所謂的布萊希特式的戲劇那邊 說的那個 劇中的效果 其實都很明顯在這部劇中應用 已經是幫助到觀眾去自己尋找那個意義的 那個意義其實就是我們一直貫穿 一直在說那個就是覺醒 就是awakening的那樣東西 enlight 劇中的那個趙氏孤兒林 enlighten了 繼而move on去做另一件事 繼而open end 但是同時間用這種布萊希特式的演劇的方法 它不是純粹醉事式的史詩劇那麼簡單 它是醉事過程當中用的那種間離的效果 其實很簡單就好像有些電影都在用相類似的方式 很多時候電影或者看劇 其實有一個通常的關係很明顯地就做到 就是說我們有一個我們講的演戲的過程當中 其實觀眾其實好像躲在後面那個隱形的觀察者來的 就是一直我們看著劇是這樣發生 我是純粹一個很安逸地看你做戲的 看你下一步做什麼而已 這套劇跟我之間其實我是一個觀察者來的 隱形的觀察者 跟那個故事之間沒有直接關係的 但是那個所謂布萊希特式的那個隔離方法 其實就是說我在適當的時空 我會告訴警醒那個觀眾 告訴那個觀眾知道你不是純粹跟你沒有關係 你躲在那個stage的後面觀眾直看劇的那個人來的 我說的東西跟你有關的 那個時空是接合了的 其中一樣東西是接合了時空的 那一刻就是那種awakening的那個做法 其實我正正覺得就是例如在這套劇裏面 去到說這套劇要傳承的那個位置 就是它很explicit的告訴你我寫一個新內容 是要做一些訊息放在這裏 而這個訊息我是要植入你們的這個 就是我們作為觀察者或者那個觀眾 你不純粹是觀眾來的 你要接我這個訊息的 這個訊息是接合了那個時空的 這個位置我覺得是在文化傳承裡面 這個也很重要的正正正做了一個awakening的過一步 那我也想到傳承有幾樣東西會想的 剛剛Titus問我那個對象的問題 那例如寫這套劇的時候 這個也要聽到Michael他講的時候 他寫的時候心中在想給誰提呢 不是他在想給香港人看 這樣說先吧 香港人以外的人看的時候 那效果會變成怎樣呢 這個我們都可以再討論 就是這個文化傳承 其實都是要有這一步 但其實我自己講的 我相對開放一點的那件事 在於就是說很多時候我們拍 就算拍香港的一些紀錄片 就像香港人一樣 講黎智英的紀錄片 其實他不是拍給香港人看的 那套紀錄片很明顯地是拍給西方看的 因為他的取材 或者甚至他其實裏面 某些說香港的事實 其實不是很弱的一些事情 但其實對於外國人去接收 那是足夠的 去到這個位置 那條主題的線 可以拿出來就可以了 又或者好像趙氏孤兒那樣 本身是一個中國的劇目 但是其實也可以由其他國家人看完 他都會有感動 才覺得是要將它翻譯 做另一個語言體系去傳承下去 這個位置也是 我會覺得文化傳承 我們不要很局限那個想法 就說我這件事就一定只有一個方式去做 或者是一個類型的觀眾 反而我會覺得是一個全程的過程 當中我們不知道的 讓子彈飛去到某個階段 這件事可能發酵的效果 正正可能不是一個香港人看完感動計劃 有一個行動 可能是一個西方人看完他行動 有行動也不一定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我會抱持一個比較開放的態度去想 我看這套紀錄的時候 也都令我想起 令我離開香港前 是在香港看的一套劇 就是一套粵劇 新編的粵劇 香港很多時候一些新粵劇的團體 都會有一些新編的粵劇 那個劇團已經解散了 叫做《月白戲台》 《月白戲台》是陳澤雷 陳澤雷其實也是我以前中文大學文化研究的時候 其中一個老師 他最深在粵劇的工作中 他演的那套劇其實也是我離開香港前 最後看的一套粵劇 同時間也是《月白戲台》 也是陳澤雷 他在香港演的最後一套劇 他演完那套劇 就解散了一個劇 即是他自己的劇團 也都離開了香港 他自己 之後也有拍過一些片段 情緒很激動 他很想念自己這個地方 他也充滿情感 就像Michael那樣 他寫一套劇的時候 也都充滿情感放了 他寫那套劇是什麼 不知道大家會不會有可能 在網上或者之後會有碟 出得到去找回 那套劇就叫《中山郎》 也都是類似明代 就是借股減金的一個方式去講 那套劇的最後也都喊了口號 喊口號當然是之後出來 已經是完劇之後再喊的 即是講這件事的時候再解釋 那套劇再講他心路歷程喊口號 那他那個表現由他那套劇演員 到那個演的製作人員上台 告訴你這個心路歷程製作這套劇 在當下時空他的掙扎 繼而喊完口號 繼而結束在這裏的工作 去到另一個地方可能再開展新的工作 其實他整個演繹不是那套劇中山 而是月白戲台由那個人做戲 到他出來講整個套劇那套劇 正正就是Michael到劇那邊 連接隔離效果出來的那樣東西 即是在一個故事 古代的故事講講講到尾 其實當中也都會有現代的成份 那個人站出來告訴你 我現在講一些很悲憤的事情 講一些我現在的情感的事情 繼而 move on 或者繼而是有這樣的效果出現 我這些位置其實是去到最後 我覺得有些事情都不需要雕度得這麼多 因為很多藝術的作品 又或者很多紀錄歷史的東西 很多形形色色不同的方式 有長有短有細節有 rough都可以 反而正正就是去到Michael講的那句話 我就是要人們記得那件事 Remember就是最重要的第一步 即是No matter全城是怎樣 Remember是第一步 不遺忘是很重要的 嗯 於是其實觀眾的理解有多少 我們大家要知道就是 蕭伯立戲劇節Saw Festival 是在Nagra on the Lake 是一個旅遊的city 我們大家去到的時候 看他演出的劇院 就叫Royal George Theatre 就在那條主街上 那條主街上 基本上都是 野食、餐廳、Spa 有間酒店 順帶一提就是 那裡有不少店舖 還有那間酒店 那間古老酒店 是黎智英家族持有的 不知道壟斷了多少 至少有相當大部分是黎家所有 那感覺就是一個很旅遊的城市 那些人去看劇 我想其實可能是順便 可能看到這個劇院本身也有一定的 有一定的Prestige在那裡 所以大家都會有興趣去看的 都是作為一個旅遊景點 Somewhere like that 那些什麼 但問題就是這些人很多都不是香港人 那你覺得你怎樣去去去去去香港的經驗 跟這些人 假設他們 有些人可能在新聞上看過香港 有些人可能對香港一點都不熟悉 或者就算有些很片面的認識 你覺得他們理解有多少 我覺得這套劇的目標,做這些目標的觀眾 這套劇裏面有這麼多不同的層次 其實有不同的層次,不同的層次 你會獲得不同的故事,你會獲得不同的故事 如果香港人進來看,香港人會看一套劇 如果西人過來看,如果白人過來看 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幾軍牆是誰 這趙氏姑爺是甚麼故事 所以他們看到一個新的中方的故事 古典的故事,比西尼比亞更老 西尼比亞是1500, Shakespeare是1500 我們說1200,1200的中國電影 所以,亦想慶祝那一方面 然後我回到怎樣做一個好的市民 世界市民,世界市民 你根本就是要知道世界上發生什麼事 所以就算不是香港的市民過來看 你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社會 都有他們自己的社會運動 所以這些這樣的經驗 是不只是我們 就像美國的黑命運動 又或者我們今天經常看的就是 Julian Assange獲釋 很多人都說是Journalism的問題 我想其實你也提到這些抗爭是否這個意思 這個故事裏面有關於Police Brutality 這個故事裏面有 這些是故事裏面的趙氏孤兒 趙氏孤兒有Police Brutality 有Loss of Memory 有Preservation of Memory 即是我們不要 I won't go too deeply into the plot summary but a very important point is 孤兒要學識他自己的歷史 孤兒要知道他們的歷史 還有是要整班人保持這個歷史 孤兒才可以記得 才可以知道發生什麼事 所有這些事件都正在發生 OK Michael怎麼知道也很重要 就是要有一班人一起去記得那件事 就像拼圖那樣才能拼得到 for那個孤兒 好像在課中某一個 剛剛去到第一節 Michael說的 他說這部劇 他自己注入了他自己的某個情感 就是他feel lonely的位置 即是我的community在哪裏呢 一樣道理就是 community就是 就是我們怎樣 這個community的next generation 而不變成一個孤兒 就是要有一班人幫他 趴上那個記憶 繼而去將那樣東西承傳 即是記憶承傳 這些都很重要 那我就想提到一件 就是我做 希望推廣香港文化 文化寶裏 其實都是一樣的做法 就是其實我們都 很多事情我們沒有得 well plan 我們的target audience 就是這一批人 很多時候那個位置 我經常在其他的訪問裏面都有分享 我就會 其實在找一兩樣東西 就是大家數學 如果還懂得數學 就是我們去找這個 最大功因數 和最小功倍數 就是例如我這個劇 其實是for a wide range of audience 其實是一個最大功因數 就是其實只要有很多個元素裏面 其實都可以吸引到那些人進去 只要你打開了那個扇窗 打開了那個門 他先進去 是很重要的 那個人就幫你 carry 那套劇 或者那套劇 每次都可以再演一次 其實就可以 將那個東西宣揚多一次 無論如何 接收的人是接收成怎樣 是不是 那是最大功因素來 去bridge up 到很多的 audience 但是再去下一個層次 其實就是最小功倍數 就是其實 你在當中 其實有些人是會看得深深一些 或者有的共鳴更加多 那些人其實就是在接合另一批的人 是在另一個層級 接合那些人 那些人就可以再思考更加多 甚至會不會有下一個next move 去令到這套劇 或者借這套劇 而啟發了他 要做更加多的事情 至少要啟發了他 是要 一些記憶 不可以 和我的下一代 是完全不說這件事 至少有拿著這個message 其實就已經是功德無良 嗯 那你也在保持這些記憶 其實Sam 你現在好像在做一個 換書的工作 例如說 你可以說一說 還有做一些香港的研究 你覺得在加拿大這個地方 做一個文化傳承保育 是讓趙氏孤兒 記得他自己以前的身份 即是等於香港人 記得他以前的文化 你覺得困難在哪裏 和怎樣可以做呢 其實就是 我覺得在加拿大做這件事 或者在多倫多做這件事 是有危有機的 那個位置就是 所謂我們覺得困難點 的challenge 很多時候我們覺得 我們在離開 physically 離開本身的motherland 那個土壤的時候 究竟那個所謂 香港文化還可不可以 有沒有土壤去令到他可以生長到在這裏 又或者最基本的一個就是 那些人來了這裏 究竟還會不會保持得到廣東話 還會不會看著廣東 或者看著香港文化的東西 這個是地域離開了時空 是有限制影響 也都的而且見得到 是有這樣的情況 但是也都見得到有希望 例如Michael這麼小時候來了之後 他也是可以用英文 將一些中國元素 加上香港元素 可以變成一些推廣 都出來 其實證明是有可能做得到的 而另一件事也都不純粹是時空 就是一個地域限制影響 你現在問這裏的小朋友 不要管他是否香港人 其實現在大部份都是受寒流影響 就是問他可能他在聽KPOP 就是那個KPOP 不是你是不是離開了香港 而不聽香港歌 不看香港劇 是另一個潮流 是比較popular 而他接入了那裏 而不放棄了香港那一套的時候 其實那個不是因為地域影響 當然這個是一個challenge 第二個我覺得這個 其實有的potential是很大的原因 我經常都會說的 其實不知不知道 其實我經常都做一個比喻 多人多是一個 我會很appreciate 一個真正多元文化 融會貫通 融合的一個地方 公用的地方 應該這樣說 例如你去其他大的國際城市 就算去美國 很international 去New York 他保留都有很多不同的移民 去那個地方居住 都有很多不同的 有China Town 有很多其他的小的族群在那裏 但是問題是 大美國主義的文化 仍然是一個最主流的 你要進入到那個主流 才能生存得到 或者是慢慢其他文化 是很明顯地被marginalized 或者要拼入去美國文化 但是多倫多這個地方 其實我看過一些研究 這裏保存到的Ethnicity Group 即是有的我們族群 不同的Active的族群 是超過100 超過100 更加多 是Active的族群在那裏 而且是有它自己的community 在那裏 即是我們有的community 有它們的人在那裏 同時間 Active在用的一些語文 文字dialect等等 這裏都是過百種的 即是環斯這個地方 其實它給了一個空間 是可以有自己的生存的圈子 例如你看到有一個小韓國 它傳承到有一個教會 就算它也是一個 可能是基督教的教會 但是同時間它是用韓語 去繼續去 carry on 那件事 當然剛剛在說那個危 那位都還在這裏 即是Next Generation 有幾大程度可以保持 那個自己本身的族群的文化 這個大家都是在觀察當中 但至少這個是已經是世界各地 但是我覺得文化共融 留給一個空間最大 容許你可以保留自己的語文 文字 生活的方式 商鋪 教育等等全部都還有在這裏 而是很vibrant的 這個是多人多有的東西在這裏 所以我在這裏 我也覺得尤其是 如果講香港文化的保育等等 這裏是香港以外最大 最集中的一個香港族群 在這裏居住在這裏 我們有離開了香港人 其實有這樣的責任 也有看到有這樣的契機 是在這裏 是要傳承一些的香港文化保育 我的想法就不是Preserve 那麽簡單的 我們這裏是要 好像一套劇那樣 可以開展一些新的東西 我不是只保持舊的東西 你要那些東西是vibrant 你是要新的元素鑄入 我要反思這裏 我們這裏 希望令到多人多都會成為 一個香港文化的生產的一個中心 那個生產不一定是要physically 香港生產 或者要在一個香港發行 香港資金才叫香港電影 當然有一些狹義的定義 你參展可能要有這樣的元素狹義 但是從一個廣義的角度去看 我們不止做傳承香港文化 而是我們要發展香港文化 有一個新的二的香港文化 是在這裏要發展出來的 我們看過往在這裏的香港文化 是一個freeze的狀態 我保留一個狀態 就是將 例如可能70年代80年代的那套 香港的視野 生活經驗 用語搬出來之後 就沒有什麽改變 現在我們會加一些新的東西下去 因為有新一代的香港人來到 有些新的語言 生活方式擺了很多人多 我們不希望就止於此 我們應該要再蓬勃一些 將這些東西可以發展到一些更加多的 有香港文化的特質在這裏 同時間其實要有 已經融會了一個 international 多人多 有很多元素有英文 其實香港本身就是中甲英 混合的 但是怎麽樣可以再令到這件事 傳承得到下去呢 其實我和一些文化的學者都有觀察 或者課師 見得到可能會發生一個方向 其實在這裏的香港的文化 或者一個族群的存在 有少許像在東南亞的馬來亞化的狀態 就是你看到馬來亞洲人很厲害的 你看看YouTube的時候 那些YouTuber 它是混合了很多種的語言 文化經驗語法全部混合在一起 它的文化 擺明是廣東話的文化 但是它在用普通話 或者英文的方式說 混合那些語句 它全部這樣混合 其實可能是一種混雜的狀態 都是一個開門來的 即使香港是什麽 其實我們都要思考 即是何謂香港 趙氏孤兒它在光復著的土地 光復著它的族群 在什麽狀態的族群 在哪裏的族群 那是一個保留了一些記憶 給它之後 在它進入的時候 究竟變成是怎樣 其實是沒有人知道的 那樣東西也是開門的 我覺得是這樣去思考那個保育 或者我們都不應該用保育 或者不應該用文化傳承 就可以概括了我們大家做 或者應該要做的事 反而是一個就是文化的傳承 和去發展一個發展文化的一個 一個使命也好 或者一個每個人都在做的一個工作 即日常生活中 大家只要肯 例如可能家長這樣 只要肯用多些廣東話 你不是覺得它只是融入了 英文世界就算了 其他人不理 正如Michael所說的 你不要忘記那些東西 我們語言都是其中一部份 你不可以拋棄那件事 你不知不拋棄 你的下一代就不會成為孤兒 有什麼補充嗎 Michael 還有幾分鐘 還有幾分鐘 或者是一個人肯定是 它是一個人肯定的 人肯定是 huge 為何人肯定是 現在的 在 Canada 好 時間差不多了 首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邀請Michael上來 當然亦想宣傳他的劇 他的劇叫趙士孤兒 The Orphan of Child 現在起到10月5日 除了星期一也沒有記錯 在尼亞加拉湖安市Royal George Theatre公演 地址是85號 Queen Street Niagara-on-the-lake Ontario 串劇是長約1小時 票價每位$39 有興趣的話 現在畫面已經看到他的網頁 Sawfest.com查詢 另外一方面 如果大家對這個禮拜討論有進一步意見 可以在Facebook搜尋Ladday News 遲了一日的新聞L-A-T-E-D-A-T-E-N-E-W-S 就找到我們的Page 我們的Youtube Facebook Instagram Thread 甚至如果各界有心邀他們一杯咖啡的話 Buy Me A Coffee的帳戶 全部都歸於一桶 全部都是LaddayHK-Pod H-K-P-O-D 我們這個節目每逢星期四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是香港星期五早上7點的Spotify提供影像直播 另外我們在星期四六一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是香港星期五日二早上7點 在Youtube分三節播出的 我們同時在香港的Podcasts 包括Apple Google Podcasts 和Amazon Music Audible等等提供聲音版本 這期《離地中環》是2024年6月26日多倫多時間晚上7點 即是香港星期六月27日早上7點錄影 再一次多謝Michael和Sep 多謝兩位 Thank you 下星期再見 拜拜 Thank you